我好像很不環保 我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到 你怎麼做環保 不知道 嗨 這裡到這裡 張瑞小小綠色的小尖兵 你們知道你今天是有來幹什麼的嗎 主席 好 我告訴你們 你今天是要來玩闖關的 那我這邊會準備三個關卡 你們要看到這個刻字的標誌 那你們去找然後去闖關 看誰可以得到最高的分數 歡迎來到國立台灣博物館 我是今天地球日人任務關主 歡迎你們來到第一個關卡 想要問你們問題囉 請注意聽 請看這個櫥窗裡面的 台灣出土的這些化石 你們可以認出哪些動物嗎 這裡 牛 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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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好 但是想想看 你現在有看到 台灣有牠們生活的地方嗎 因為在一萬八千年前 當時是一個冰河時期的末期 那時候非常的乾燥 所以台灣那時候是一個草原 慢慢的溫度開始升高 氣候變化了 所以草原就會變成了森林 環境變遷就會跟這個 裡面生活的生物非常有關係 環境不適合牠們就會要離開 或者就是滅絕了 都是恐龍啊 對啊 是恐龍啊 牠不是恐龍 牠是犀牛 我就說是犀牛 台灣拿來恐龍 對啊 豬 露 霉蛙 川山姊啊 草蘭藍雀 來 往這邊 各位小朋友 別忘了你們要來找這個 蝸蝠的蝸唷 我們接下來是第二個關卡囉 要麻煩你們在這個 不自然都市的這個單元 照一個的標本裡面 有誰是不太正常的 這個關卡 怪怪的 我說這什麼關卡 牠被捕獸甲嚼到了 因為猴子呢 牠其實生活的地方 跟人類非常的接近 所以就經常會 牠的家也是我們的家 就經常會有 互相干擾的狀況 所以就是一種衝突 這隻猴子其實在告訴我們說 牠的家跟我們是重複的 那我們遇到 這些野生生物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是不是應該給牠們一些空間 整個魚啊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我腳都沒發現 在哪裡啊 快來快來 來 我們第三個關卡要開始囉 這是一個鯨魚 牠是用什麼做的 蟹球 有東西 非常多的東西 但是你知道這些物件是從哪裡 拿到的嗎 那個是重複物 不是 是在海邊 它事實上就是海廢 每年會有800萬噸的塑膠垃圾 掉到海裡面去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減少海廢 大家猜一下 大家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吧 鯨魚 沒有 我說裡面的內容物 膠袋 麻袋 麻袋還有呢 麻布袋 這是在一隻死掉的科斯繪錦的肚子裡面 它的胃裡面拿出來的 它的胃裡面塞滿了這些麻布袋塑膠袋 而且它還是一隻一頭懷孕的母精 其實大家看到的時候非常傷心 所以為什麼剛剛要問你們這些問題 如果我們可以減少這些垃圾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垃圾掉到海裡面去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把這個記在心裡 在生活當中就要有一個減少垃圾這樣的想法了 塑膠袋在海裡面的時候非常像什麼 非常像水母 所以它會誤認這些塑膠袋是水母 所以它就會把它吃掉 如果我們可以減少這些垃圾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垃圾掉到海裡面去 就是那個垃圾的那一個畫 就是都是在沙灘撿回來的垃圾 讓我們省私呢 我們平常不可以製造太多的垃圾 不然海裡的生物呢 就會誤認為食物 把它們吃掉 我們去買東西的時候 買自己需要的就好 你這樣逛了一圈 你知道你覺得怎麼樣嗎 苦炫 很多化石啊 你今天有看到這些 那哪個是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那個猴子手斷掉 為什麼 它被虎壽夾斷 不要傷害動物 它吃下太多麻袋 因為它以為那是水母 不要隨手丟塑膠袋 愛惜地球的資源 一起愛地球做環保